喂 简单介绍 然后您聊就可以 你好 我是在美国旧金山这边的 我这边已经深夜了 但我零岁之前我就看到你在直播 我是有看了你很多的视频 可是每一次都没有赶上你的直播 可能是因为你的时差的问题吧 对的 那我看刚零岁之前就看到 哎那么巧 我就想看看碰一下运气这样 我就是想谈谈我自己个人的一些 对国内的看法的一些转变吧 就是我来美国已经15年了 然后当时来的时候 就来的一直这些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是都总是那一种 觉得国外的月亮特别圆那一种 然后尤其因为我是广东珠三角那边的人 然后就是从小也是看香港的电视啊 就是受香港那些文化影响也是蛮深的 然后就总是觉得什么民主制度特别好啊 然后国内专制不好这种 然后来了十几年以后也没有太大的转变这个想法 但是就是过去就我平均两三年回国一次 就最近这几次回去真的看到那个改变是很大的 然后我就慢慢的开始就也不是说 很明显的一回去就觉得哇太好了太好了那种 就是也是蛮缓慢的一个 就每回去一次就可能对国内的这个制度 就又有了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 当然也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还有阅历的增长吧 最近这一次回去就更加觉得 哇就是到处都很漂亮 然后路也新也大 然后那个城市的绿化啊基建啊什么都弄得很好 然后还有就不要讲微信支付了 现在都刷脸支付了 可是在美国这边就还是要出门还是要带钱包 然后基建方面呢 美国旧金山这边一个轻轨站 不是一条轻轨哦 只是一个站 就他要加一个站 建了十年了 那个路还是很烂 还在建 还在封路 就是交通很不方便 那个站还没建出来 但是每次回国就看见 哇这个桥又建出来了 又一条高速又一条快线就又建出来了 对我自己那冲击是很大的 就是觉得啊是不是我以前真的想法太幼稚了 是不是就以前真的那个太理想的想法 就是什么民族自由很好啊 反而就是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个制度 是反而是更有效率的干出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最近改变最大的就是从去年香港那个暴乱开始 我就开始对中国政府的就是外国讲的控制言论啊 或是控制媒体什么 就不论他们怎么讲啊 就是那种制度 我反而是更理解了 因为我觉得我很多香港朋友也看Facebook什么的 我都是香港朋友为主 然后看到他们发的一些很多的文宣啊什么 都是都是很新很很假 就是我以前反而没有那么假 我觉得反而好像这几年这个就是智能手机普及了以后 网媒普及了以后 人们接收讯息可以瞬间接收到很多很多的讯息 然后做网媒去散播谣言更加容易了 所以就导致更多的这些假新闻冲刺吧 他们散播这种仇中啊反中的这种情绪会更加的容易 那他们很多都是断章取义的 甚至有一些是根本本末导致直入为马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 大概就是智能手机跟网媒的兴起 大家太多资讯接收了 基本上每天睡醒 拿起手机就是铺天盖地的消息 你都根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去查证吧 就大概你身边的朋友是怎么样 然后下面的评论都大概是这样 那你好像就感觉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我那时候就开始反思 就是觉得哇就是中国很有这个前瞻性 在这个互联互联网这样兴起的时候 他已经我感觉他中国政府就很有远见的 就是他好像已经预料到终有一天会乱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我觉得他是很负责任的去管制这个事情 只有负责任跟有担当的政府才会这样子去做 他保证这个社会的稳定还有人心的这个稳定 就社会只有稳定才有发展嘛 就是你看 不好意思我有一天 没事没事你慢慢说 就是像美国现在就很乱嘛 然后就我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现在今天开车到外面还是这个样子 很乱 然后就吵成一团 什么社会的议题都能吵成一团 很多人容易带风向 还有被网上的一些舆论被带篇这样了 这次疫情也是更加让我感觉到 政府的这种不一样的体制 所带来不一样的后果吧 那时候中国在爆发的时候 美国其实已经在爆发了 但是就这边政府就没有什么重视嘛 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预想到今天这一天了 美国一定会大爆发的 而且是不会受控的 那时候我已经有这个预想 结果就真的如我想的一样 因为看这个病毒 它的传播那么厉害的话 必须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中央的一个决定 去下放到每个地方都要很团结 很听中央的话嘛 但美国是绝对缺少这个的 就是政府的投资 看到中国的那个抗疫的人员的那些服装 就是他们都穿得像个太空宇宙人一样的 就穿得很保护 但是在美国 现在那些医护人员都还在穿那些垃圾袋 穿着垃圾袋就戴一个口罩 就上前线去工作了 最早的时候武汉也是没有的 最早武汉也是没有办法 没有那些设备 然后装备 都是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一起 当时最早期 然后给国内给武汉那边游寄的很多东西 早期也是乱七八糟的 带什么的都有 但是一点点就全部改善了 很快就改善掉了 然后装备非常齐全 因为当时我也有做疫情的视频 做了很多 是吗 那时候我大概还没有看 当时是只有中国 就哪怕登基检查的这些人员 他的装备都是从头到脚 像太空服一样 然后那个时候的美国纽约 还在抗议说 没有口罩 没有手套 没有防护服 那些医生 护士还在上街抗议的时候 现在也是 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多 对 因为我妈妈是老年人 然后她有高血压 然后她有试过两次 在家里就差点晕倒 然后我都要打911 就是上来的医护人员 他们就是前线的工作者 他们就穿着垃圾袋 就最近的是 穿着垃圾袋跟一个口罩 只是这样子而已 都还没有 然后我有朋友是护士 他说他的同事就怀孕了 就是在前线的 都已经感染了 但是他的先生跟儿子 都不能检验新冠 就是他已经确诊 但他的先生跟儿子 都不能检验 他们只是护士 才有一个月检验一次 这样子 就差很远了 不能比的 武汉是第一个 去抗击这个疫情的城市 就是根本这个之前 就是一个太平盛世 大家都很安全 过得很好 完全没有人会想象 会有突然而来一个 甚至我那时候 看到那个朋友圈 有人发的时候 我都完全没有重视 觉得又只不过是一个 可能新的一个流感病毒 什么的 那时候的武汉 是在这么歌舞生平的情况下去 突然要迎接这么大的一波疫情 我觉得已经是处理的很好了 比起美国这里已经大半年了 都还是那么的乱 没有一个很完善的系统去处理 我就感觉这个真的特别的深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就中国特别不容易 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觉得 对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就来了美国15年吧 从一开始感觉 来的时候都 来的时候就同学跟我签 那个纪念册啊什么 都说真羡慕你啊 可以出国了什么 那时候都觉得很骄傲 很自豪能出国 看看不一样的世界 头几次回国的时候 都蛮骄傲的 但最近这几次真的都回国 我就是不断的去学习 中国一些很先进 很进步的东西 然后看到市民的素质 就国民的素质 都很大的提升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 就80后这一辈 那个素质都很好 反而现在我看到美国人 真的我觉得素质 都不如我们新一代 在中国国内的人了 是的 尤其这次这个抗疫和疫情 真的让好多之前 特别崇拜美国的人 变得非常的失望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 是为反而反的 就是他们心中是既定了 中国就是邪恶的 中国就是落后的 这个你怎么都说不通 他像这个很多香港人 就我很多香港朋友 就以前从来没有问题的 跟他们交往 他们人也很好 也大家都相处很融洽 就因为语言通 然后文化 就大家成长 流行音乐啊 什么电影电视剧 都就大家都很好的 没什么隔阂 但是近几年我觉得 大家都在聊政治 大家都在撕裂 大家都反中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点点 那么一点障碍 就只有避开 但我避开 他们不会避开 他们都是很热烈的 在反中 像我告诉他们 我说中国没有压制 宗教自由啊 因为我从小 我们家四代基督徒 从我太公那一代 就是上教堂的 外公外婆 到我妈妈到我 我是很小 baby的时候 就已经去教会 跟妈妈上教会的 然后每个礼拜都上教会 唱诗啊 我还弹琴啊 然后圣诞节 庆祝 唱圣诗 所有的市民都会到教堂来 我们的教堂 盖得多漂亮 比美国这边的教堂 一点都不逊色 教堂都会坐满 然后我就跟我的 香港几个朋友说 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讲 我在中国就是 从小每个主日 都会去崇拜啊 都没有 完全没有受压迫 而且教堂越盖越多 越盖越好 比美国的都要漂亮 他们是从来 没有进过大陆的人哦 然后从我 大陆土生土长的人口中 得知中国的这些讯息 他们就会 就他们会避 你知道吗 他们不想去接受 好像他们是刻意 心里有一道障碍去避走 就把我这个球挡走的 他们就会说 可能你这个城市 比较开放一点吧 你有没有去过 别的城市看 我说我的城市 就是大陆的城市啊 他们就说 那大概你们那里 你没有遇到吧 那我说好吧 那我十几年在中国 每个星期日去 都没有遇过 那你们觉得有 那就有吧 之后就没有再谈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 这些人 大概就 其实蛮可怜的 就是中国 就是他们的祖国 自己的祖国好 他们不愿意去承认 他们愿意去相信祖国的坏 我就觉得 真的 蛮可悲的 其实也可以理解 就比如说 你经常看到负面的消息的话 然后不寻找正面的消息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反差 或者有些人可能已经好久没有回到中国了嘛 就像我有段时间也是 总是每天接受到的都是负面的这些新闻负面的消息 然后整个人也变得非常的负面 所以就最后做频道嘛 做频道的话 不是不知道他有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尽量都不去发不好的地方 传播一些正向的消息 因为负向的消息在国内都可以看到的 对啊对啊 我就想 我其实以前有过一个迷思 不是说他没有言论自由吗 为什么我一上了微博或是朋友圈 都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啊 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也开始 就我说的是已经好七八年前吧 就我还没有那个思想很大的流转过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怀疑跟好奇了 但是就没有深思下去 就真的是那个香港暴乱 我才开始去多关注 还有多去想另一方面的事情吧 我觉得自己个人很重要 就是你自己愿意去打开那一只耳朵去听的话 就你可以改变 但有的人是你已经面对面的跟他讲了 他也会听不见 是的 比如说像安迪 你有听过我跟安迪的对话吗 我没有 我看到评论有很多 很多人写安迪 但是我不知道 之前正好有一期十分钟的就是视频 我和安迪第一次对话的时候视频 他可能就是你看了那个视频就大概能想到您身边的类似的人 就是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 他只看那些负面的消息 那这种人他 他只看负面 但是他已经看到你了 你就是正面的 所以之前我们这有一个就是心理方面的up主叫罗尼 他就有给他看过说过他的病是什么 他可能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 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他并不是爱国和恨国的取言 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有一定的心理障碍 我想香港很多人是这样的 对比如说您身边可能有十位朋友都是每天在说中国怎样好 然后突然有一位朋友他就天天说中国不好 他就变成了一个特例 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些人爱耍宝一样 就是大家都这样回答问题 但是我那个样子去回答问题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也有这种情况的 其实他的立场他是没有立场的 你刚刚说寻找存在感那个 我觉得这个应用在香港人身上特别的贴切 我可能对香港人很了解吧 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其实从小生活挺苦的 就是房子又很小 然后父母其实都是很忙着出去外面赚钱 都小朋友很多时候是没有那个家庭的爱的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 我们国内好像从小就被捧在手心里 就家人都围着赚的那种 香港人是不一样 他们从小就很多都靠自己了 可能跟隔壁的这个小朋友玩 就同辈的影响很重要 反而父母 父母只是他们出去赚钱回来给他吃的 他们没有那个存在感吧 然后没有那个被爱 但社会事件呢 好像就他们在这些社群网站上面 突然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让他们突然感觉自己有一个归属感了 说不定他做的比较激烈的一些事情 甚至会被人家称为英雄来赞叹他 他是从小没有这种感受的 我想这个是很大一个原因 为什么那么多香港的年轻人 愿意去投入到这一场运动里面 说不定根本从小他们在家里都没有这种感觉 反而这些运动这些暴乱为他们带来了一种 哇大家都在一起一家人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跟香港的社会很有很有关系 还有台湾我现在因为我来美国的第一个男朋友是台湾人 我现在想起都觉得羞愧了 但是之前您连线的时候好多朋友就说您的口音比较像台湾的口音 在华航上过班 然后我一个台湾的男朋友 就可能那时候就吸收很多台湾的口音吧 但现在我已经跟台湾人很久没有来往了 我想我现在应该偏大陆的口音多一点吧 我现在都看大陆的电视剧 再努力调整过来 其实没什么这个是个优势 我也可以学各种各样的口音 只要没有广东腔就好 广东腔的普通话蛮难听的 没有听不出来广东腔的口音 太好了 谢谢您今天连线分享特别好 我很开心 因为对我很喜欢你的 一些你有很多女fans 谢谢我去我听这句话 因为因为有个up主 总说我去看他节目就天天讽刺我 说你的节目都是男生在看 没有女观众 没有没有我们我就是我吧 我就是女生代表 然后我把我老公也拉进来一起看 谢谢 我结婚了 雨昕 谢谢 好谢谢雨昕加油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